游泳照我们正常来说 不应该有颈椎的错位 我说你怎么游的 保健方面 适当的运动 我们叫适当的运动 你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 有些病人是玩呼拉圈 哎呀 他说扭了腰了 我说你呼拉圈 你也不能长时间的玩 而且呼拉圈它是一种单向运动 单向运动的话 你不能左转六圈 右转几圈 当然你能这样最好了 但是很多就是一个方向 你时间久了 另外一边肌肉的紧张 一边肌肉的劳损 他就把你腰按钮弄伤了 好像打保龄球这种运动 也是不是平衡的运动 它是一个手 很少两个手拉的 我们还有挪威的一个游泳运动员 他颈椎病痛 他来看 我说你干什么职业的 他是国家队的游泳的 我说游泳照我们正常来说 不应该用颈椎的这个错位吧 我说你怎么游的 他是游自由泳的 他每一次这个方向 他说这个方向才来呼吸 他每一次都用这个方向来呼吸 也不平衡 也造成了他颈椎病的发生 所以说我们做一些尽量平衡的运动 所以散步啊 单杠啊 吊单杠啊 这些啊 或者椅子上这些 坐在那里都可以撑一撑起来了 以前我看我们龙老师坐我的车的时候 他两个手 年纪他才有两次车祸 他总是撑着自己 把自己的腰撑起来 他那肋骨断了好多根 他就慢慢慢慢 在用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法 车祸以后慢慢修复 一直到90多岁的腰板挺直的 就在沙发上 他就在这利用沙发的力量 在这么这样端呢 这样端呢 你看 他就是随时随地 都在锻炼自己的这个肌肉和脊柱 不一定要非要有什么健身房 当然你能去健身房也好 我们不反对 但是呢 在日常的生活中 在家里都可以做到锻炼 能够出去野外跑步啊 你又享受日光浴 散步啊 日光浴啊 看看美丽的风景啊 看看大自然的美景啊 蓝天白云啊 心旷神医 这个又锻炼了身体 是吧 又陶冶了情操 有时候我对的那些 那些无人的地方 对的野鸭子啊 那些还吼几句 是吧 唱几句 凡人没人听见 对吧 这样的话呢 都自己要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要过度的去运动 我们有一个病人 68岁就中风了 他是个马拉松的运动员 你说多可惜啊 他本来他这个年龄 不应该跑马拉松 他就在跑步的 刚刚完了过程中 就中风了 来治疗 是吧 有一句话说呢 进入老年呢 他的营养比运动还重要 像我爸爸这样就执行了 90多岁了 你这样什么运动 只能在家里伸伸腿伸脚吧 走路也不是很方便了 是吧 他的营养就变得很重要了 你要保证每天的给他足够的蛋白质 牛奶啊 鸡蛋啊 肥肉啊 他喜欢是让他吃去吧 他喜欢喝两口喝去吧 不要限制自己了 是吧 营养 他能吃 他就尝命 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都可以预防的 以后我们有机会呢 陆续和大家讲 各个内脏疾病 或者常见的四肢疾病 这里是中医赵广伟 公益讲座 欢迎大家关注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